看了前面的视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想换光猫了吧? 等等,别那么冲动,看了换光猫教程再决定吧 其实运营商的光猫也蛮好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学,最好就别换了 换光猫的第一步,首先要明确什么样的光猫可以换 取出新光猫的核心部分猫棒 我的方案是用了诺基亚猫棒,协议是鸡胖 然后我们再看老光猫的协议 我这有两台,先看电信的 我这台是识基1胖,是不支持的 普通的1胖也是不支持的 我们再看另一个光猫 这个是南京移动免费提供的光猫 我们看背面的标签,写的是鸡胖 大多数的插鸡胖也是兼容鸡胖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光纤接口 光纤接口下面是有一个缺口的 这个是防呆设计,拔插的时候要注意方向 协议满足之后我们还需要进行测速 正常千兆带宽是可以跑到900左右的 如果你差距过大,换光猫也是没办法解决的 那是线路的问题,该投诉的赶紧投诉 确定光猫可以换之后,那具体怎么换呢 其实更换的方式非常简单 思路和换新路由器一样 把老路由器的设置搬到新的路由器里就可以了 难点是搬哪些设置过去 我们进入猫棒的后台 看这张图就一目了来了 不同的运营商需要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我是中国移动 需要GpunSN和最下面的Password 其他的就看图就好了 提醒一下个别地区的年通是与移动一样的 另外部分地区还需要Mac地址认证 把光猫的Mac地址填入到这里就可以了 实测南京移动不需要 最后还需要上网的VLANID 如果有IPTV的话也需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老光猫超数据 在原有能上网的基础上什么都不用动 我们直接在浏览器输入192.168.1.1 看看能不能打开光猫的后台 如果你和我一样打不开光猫的后台 我们就进入路由器 路由器肯定是能打开的 路由器如果打不开的话 那你就要检测你自己的网络状态 路由器的后台打开之后我们登录 不同的路由器的设置方法不一样 但大体上一样的 我们进入后台网络上网的部分 OpenWrt系统就进入网络接口 首先我们看一下上网协议 此时你会发现你的上网协议是PPP-OE 普通的路由器叫做拨号上网 这个时候你访问不了光猫的后台是正常的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上网协议 点击WAN口后面的修改 普通路由器就直接改上网协议 我们把上网协议改为静态IP IPV4地址写与光猫同网段的 紫网野马选三个二物 其他就不用写了 然后保存应用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OpenWrt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的设置 方便以后的操作 点击接口下面的清键接口 名称任意写 接口选择静态IP 绑定的接口下面依然选择 与WAN相同的 就是WAN口相同的 然后点击提交 然后依然选择静态IP 然后输入光猫图网段的IP 紫网野马依然是三个二物 注意一下 如果你新建接口的话 WAN口就不需要改 不要既改WAN口又新建接口 改完了生活方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登录光猫的后台了 进入光猫后台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账号和密码 移动电信基本上都需要管理员账号密码 如果是连通的用户 可以试一下光猫背面的用户密码 管理员账号密码 一般联系宽带的装围师傅可以查到 进入后台首页 我可以看到Gpump SN 把这个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其他的注册信息 进入网络 远程管理 不同的光猫可能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大家要找一下 点一下LID 因为我是南京移动 我不需要这个 然后Password 我需要记录一下Password密码 这里SM码也能查到 和首页是一样的 下面再找一下VLAN 点击宽带设置 然后进入连接名称这里 可以看到我所有的VLAN信息 上网的VLAN是81 我只需要这一个 IPDV是2030 因为我没开通就不需要 另外在圆光猫的PAM设置信息里面 看一下输入光功率 我这里是-15 这个数字关乎到你的上网质量 以及是否需要转接头 我们看一下官方的文档 这是华为的MA5671A 这个是诺基亚的 这个是阿尔卡特的 华为的这个图示版本 应该不是我们常见的版本 它的接收光功率的最大灵敏值是小于等于-27 过载光功率是大于等于-8 也就是它在-27到-8之间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诺基亚的 诺基亚的是-27.5到-8区别不大 阿尔卡特的也是-27.5到-8 因为猫棒默认的接口是SCAPC 而运营商默认的接口是SCUPC 这种接口是不匹配的 会损失大概两个DBM 如果你原来的光信号非常好 像我一样是-25以内 比如说-15 减少两个DBM也不会影响你的信号接收 如果你原有的光猫信号已经在-25左右了 那么你肯定需要转接头 避免信号进一步损失 影响你的上网稳定性 诸具抄完之后 我们就换光猫 换光猫就是把光线插到新的光猫上 网线接到新的光猫上 其他设置不需要变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就可以访问到新的光猫后台了 新的光猫后台是192.168.1.10 默认是没有密码 我们点击登录 首先进入后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注册状态 如果是1说明光签没有接好 一般是3说明注册信息有误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填写注册信息 点击互操作设置 我是南京一栋 我只需要填这两项 把操录的信息填进去 你们按照各自的运营商填写 微烂信息我的上网微烂是81 因为我不用IPTV所以就不设置了 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保存应用 然后再点击系统重启 重启的过程大概两分钟 重启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注册状态有没有变 注册状态如果是5说明注册成功了 如果是其他的再转原因 比如说某些连通的特殊地区 它的设置项就和移动的一样 配置修改完成之后再次重启 直到注册状态变成了5说明此时光猫已经注册成功了 下一步就测试上网 刚刚如果改过万口的连接信息或者是上网协议的再改回来 改回PPPoE输入宽带的账号密码进行拨号 如果拨号不成功把录游器重启再试试 如果始终拨号不成功 我们再次进入猫棒的后台 点击GPUM互操作金融配置 点击VLAN设置 把这里的互操作金融模式把这个沟去掉 点击保存应用 然后再去设置拨号应该就可以了 搞定上网之后如果想要更完美的体验 看一下我之前发的单线复用的视频 总结 更换光猫与更换路由器一样 把老设备的数据抄到新设备里面就可以了 换光猫仅仅能提升测速 无法提升上网体验 2.5G交换机的方案能整体提升内网的速度 还是不错的